就是這席話 讓市場猜測 聯準會12月降息機率縮小 投資人有可能會期待落空 衝擊美股四大指數 上週五全面收黑 美股轉多休息 拖累台股本週第一個交易日 開低震盪 投資人心情七上八下 因為台股盤中雖然一度油黑翻紅 但仍不敵慢壓 下跌196點 數在22546點 驚險守住季線 我們預計在禮拜三的結算 應該是會壓低結算 等於說這兩天 可能台股還會面臨一些壓力 但是我們認為說 以現在來看22231 應該是相對是一個低點 假如這個地方守住的話 我們覺得上檔 應該還是有機會 回到前波的這個高點23699 盤面一片綠油油 儘管台積電亞利桑那州廠 已確定會拿到66億美元補助 但股價卻不漲反跌 十八號下跌十塊錢 售在一千零二十五元 拖累AI族群 鴻海 廣達 偉創 大力光 都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跌幅 不過盤面上還有金融 傳產類股表現亮眼 包含中鋼 台速四寶 全都活蹦亂跳 以這禮拜台股來講 應該會是先蹲後跳 那跳的時間點 會落在本週四跟本週五左右 中小新骨包含像是 即將會打要公布財報 相關的供應鏈 GP200相關的 也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十八號三大法人 合計賣超台股一百九十七億元 就看週三回答 能否找出量力成績單 建立AI肋股 股底反彈 三雄畫素品劉鳳慈 台北報導